再来看到大陆外交部宣布 习近平将在22到24号要前往俄罗斯 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6次的会晤 这也是俄乌战争爆发两年多来 习近平第二次访问俄罗斯 大陆外交部指出习近平这一次出访 是受俄罗斯总统普丁的邀请 普丁则表示他将与习近平进行双边的会晤 讨论多方面的中俄关系 并且指出了俄中关系发展的相当成功 而且全方位 至于这一次的金砖峰会 是在原来的五国基础上扩原之后 第一次跟新加入的成员国召开峰会 北约在17号召开的为期两天的国防部长的会谈 印太地区四个伙伴国 日本 韩国 澳洲跟纽西兰也是有参与讨论 这也是印太四国首次出席北约的防长会议 但是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向欧盟提出的胜利计划 却是没有人有兴趣 俄乌战争延烧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在会见欧洲领袖时警告 北韩可能派兵协助俄罗斯 不过泽伦斯基的说法不止克里姆林公否认 就连北约秘书长都说没有证据显示 金正恩派兵 而周恩斯基这次的另一个重点就是胜利计划 他对北约国家喊话 表示乌克兰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拥有核武 一个是加入北约 谁是这些大国家 这些核武 这些核国家 谁是这些国家 都是犯罪 都是不一样 这个乌克兰 谁给了核武 都不是一样 谁是乌克兰 谁今天战斗 乌克兰 儘管子倫斯基到處推銷 但顯然一如媒體預期 北約秘書長呂特 以及美國大使都態度保留 另外北約首次和印太四國進行會談 作為深化合作的證據 其中日本的防衛大臣中古元強調 日本面對中俄北韓問題時 對於中俄加強合作 以及俄國北韓聯手表示令人擔憂 記者綜合報導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 延緩肌膚老化 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包圓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你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暖光清爽高防曬凝露